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市长 我们有三项诉求 请市长务必听听 第一项诉求是 如同我们刚刚介绍的 台中市的区域计划草案 过去是在胡志强市长的任内 草率的进行公展 草率的举办地方说明会 其实民众完全不知道 相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 这样的一个过去规划的程序 是存在大量的瑕疵 第二方面 今天林嘉隆市长 他既然大幅度的修改了草案的内容以后 基于责任政治的原则 林嘉隆市长必须要把他新做出来的草案 重新程序退回去重来 重新的把林市长的草案 公布出来给所有的市民有30天的公开展览 举办地方说明会 让全台中的市民可以知道说 这个影响往后台中十多年的这个开发的构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不应该认为说 过去已经公展过了 胡志强的东西公展过了 那我林嘉隆的东西不必公展 所以要求市府团队再次把台中市区计划草案公开展览 是我们第一个诉求 那第二个诉求是在林市长的这个草案当中 我们目前看到有多达十处的新定扩大都市计划案 总面积达到4600公顷 比桃园的航空整海大 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我们知道区域计划的一个特性就是会包裹式的把所有的都市计划开发 全部放在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影响台中市民权益很重大的事情 尤其我们知道说 过去的十年 就台中市的后期发展区 有1400公顷的这个市地重划案件 那这个重划案件造成台中市的这个开发 市民的这个居住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林市长可以审慎的评估 十处都市计划案的必要性 以及它可能对环境 对人权 以及对文化资产造成的影响 要有妥善的评估才来推动 这是我们第二个诉求 那我们第三个诉求是台中市有一个很不好的记录 就是台中市是全台湾最多违章工厂的县市 估计台中市的境内有18000家的违章工厂 那这个违章工厂都盖在台中市的农田上面 所以工厂的存在会造成台中市环境的污染 也跟区域计划规定的这个农地总量保护的目标是互相抵触的 所以我们强烈的呼吁林市长必须要在台中市的区域计划里面 要去做到说 我们的违章工厂的调查 基础调查要落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则是要强制有污染源的违章工厂 要做到专管专排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则是要想办法解决闲置工业区的问题来容纳这些违章工厂 所以以上是我们台中城市发展田调团 经过一年的追踪跟准备 在今天的区域议会第一次的公民参与里面 我们打算对市长提出的这个正式的呼吁 那谢谢大家 就是如果我们要一言一避之的来了解现在现行的2013年内政部公告的 这个全国区域计划体制的话 它其实是为了要弥补我们的国土计划法 在立法院平躺了22年都无法通过的一个制度性空缺 然后希望能够在将来顺利的跟国土计划法接轨 所以才产生了一个制度性的调整 那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其实是把原本在这个之前 我们所施行的台湾北中南东四部区域计划 然后把它做一个整合 然后而且把它原本单一层级的 由中央规划的区域计划划分为两个层级 它这个它会这么做的原因 其实就是为了将来要能够顺利的 跟我们的国土计划法顺利通过后能够接轨 所以这个 那它这样子的两个层级的划分呢 之后 我们的全国区域计划 它基本上只会做逻辑上的 还有就是土地管制原则上面的规定 那所有的真正的全台湾的空间管理规划的部分 其实都会是在全台湾的22个直辖市跟县市的区域计划里面来落实 也就是说 我们在中央 从此以后 我们中央的区委会 它其实最主要的是决定土地管理的政策 但是每个地方 每块土地它确实的状况 还有将来发展的方向 其实都是要由地方的区委会来进行规划跟审议的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 其实台中市政府开了风气之先 它成为了全台湾22个直辖市跟县市当中 第一个对公民团体开放的地方区委会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必须要针对这一点给他们非常给予肯定 但是我们也必须 因为土地的管制措施 它其实基本上是有两个层面在里面的 第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针对土地客观跟主观 各方面的条件的调查 还有现况的认定 然后再去依照这些主客观条件 然后去规划将来的发展方向 那这些主客观条件的确认 还有一个城市 或者说一个地区 它将来发展的方向跟愿景 其实都是需要公民的参与的 但是我们要落实公民参与的话 其实今天虽然台中市政府它做到了 扩大民众参与的管道 让公民团体能够进入地方区委会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需要呼吁 我们的台中市政府希望他们除了能够继续维持 这个开放的政策以外呢 它也需要在制度上 还有在参与的程序上 做更加细致的处理 才能够真正让这样子的扩大参与 能够落实到公民的参与 也就是说能够真正促成我们共事的达成 然后还有争议的解决 然后此外还有让公民团体能够产生对政府的信任 这是让人家非常难过的地方 我记得前年10月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在抗争这个全国区域计划的通过 那时候主要的理由无非就是 憲法23条里面明文规定 你要居住人民的生存工作以及这些居住的权利 你必须要有法律明文的法律保留的规定 但是我们这个全国区域计划 侵害了人民的居住生存 甚至于工作 我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种田 这是我应该要享有的权利 他剥夺了这些但是却没有什么法律的授权 如同刚刚这个地球公民基金会这位所讲的 他其实他只是什么 因为22年以来国土规划法一直没有通过 所以他必须用一个行政计划先行的程序 来取代一个法律保留应该要立法的一个制度 这无非就是要让行政权一直一直的扩张 我们要让政府一直控制我们的这些基本权利到什么时候 这是我们当初一直抗争它违宪 这个区域计划为限的一个主要理由 我们今天要做任何的都市计划开发 你应该先保留你的良田你的农业区 你的水利地你的河川地 这些应该是要保留的 而不是说到了说我们先把都市计划做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放说这条河流哪边要去做制洪池 大家可能看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制洪池都是你已经规划好了 排水也没办法宣泄 我再来挖地来做制洪池 这都是本末导致的 他应该要先做所谓的保留的区域 里面一直一直强调说农业区的保留的范围要在限缩 那真的是很离谱的事情 以这个中科中部科学园区来讲 这边其实就是保安林以及我们的 我们要希望能够先成立一个所谓的国家森林 可是他都还没有审议这个区域是不是国家森林 就已经把它弄成所谓的产业用地 甚至于也送区域计划了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科扩厂可以这么明目张胆的理由 因为已经先铺好路了